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素食屋IVN 我今天想教大家剩一個早餐,我在台灣吃到的 這個早餐我去點的時候,我覺得超級划算,因為是很大舊的 也很飽肚的 因為在台灣早上吃的早餐很多時候都有蛋,我又不能吃 我終於找到一間又可以飽肚,又可以很大舊,又很好吃的早餐 它是一個很大的飯糰 不如看看我怎樣做 首先我會煮紅菜頭湯,把紅菜頭刨皮切片,然後煮滾 那些水會有紅色的顏色,這些顏色我將會和糯米一起掩飾 湯不要浪費,可以之後調味,然後當湯喝也可以 之後就大約約半磚豆腐,其實我這次就用了六至七塊豆腐 那切完之後呢,我們就會開始和黃薑粉一起逐塊逐塊的掩飾 黃薑粉的效果令到它好像蛋一樣,有點黃黃的色 黃薑粉大家都聽過有很多好處,例如可以抗鹽,也可以有很多抗氧化的 鹽完顏色呢,我們將它放在一邊,一會兒就會拿它來煎 那現在呢,我們就將鑊預熱,然後就放些油在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會將菜脯爆香 把它呢,慢慢爆香它,然後呢,我們就會落半湯匙的糖 那這樣令到那些菜脯有甜甜鹹鹹的味道 那爆到它差不多了,我們就拿它出來 然後呢,我們又再用同一個pan,然後再放些油下去 那我們事先呢,就切了一些紅辣椒 那現在呢,就落鍋爆香它 然後呢,我們就會加入一些酸菜,然後就爆香一些酸菜 那我們炒到差不多呢,也都會加一茶匙的糖進去 那現在呢,我們就會處理我們的豆腐啦 所以就會加些油在pan裡 等那個pan熱到差不多呢,我們就可以放我們 剛才染了顏色的豆腐下去了 那記住要慢慢的煎它啦 因為它染了一些黃薑粉,它就很容易會燒焦的 所以記住不要那麼大火啦 那其實呢,如果你們不喜歡下豆腐呢 可以完全不需要下豆腐都可以的 又或者你想下豆腐,但是不想和它染黃薑粉那些色都可以 就這樣白色的白豆腐都可以的 下了些硬豆腐呢,其實是想飯糰咬去的時候有點咬口 那我們把兩邊的豆腐煎到金黃色之後呢,就可以拿回它出來的啦 那我這個油煞鬼呢,就是買回來的 那我就會把它半蒸焗去的 那我們把所有材料爆香過和煮熟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預備一塊布啦 還有一個保鮮紙 那你的保鮮紙呢,你要整個一塊個這樣去整個布這樣包著它 面和底的一塊個包著它 那我們呢,將糯米飯染了色,然後放在旁邊先 如果你想那些糯米飯吃起來香厚一點呢,你可以像我那樣,加些麻油 然後呢,就慢慢鋪在肉塊的保鮮紙上面這樣 那你把那些油慢慢伸出在保鮮紙上面呢,你就也可以加一些白芝麻 如果你不喜歡白芝麻,可以加黑芝麻,或者不加也可以的 那我們把那些白芝麻慢慢地分散去鋪平在那個保鮮紙上面啦 那這個呢,就是那個飯糰的外面啦 那你做好些芝麻之後呢,你就可以把那些糯米飯呢 就慢慢地攤平在那個保鮮紙上面啦 那這個動作呢,你要慢慢做 因為那些糯米呢,都很黏著的 會很容易黏著保鮮紙啊 所以你一定要慢慢地做,千萬不要心急 你做那個尺寸呢,大約好像你的紫菜的尺寸 但是一定要比紫菜寬和比紫菜高一點 因為你之後要包著它,你是想所有的材料都在飯糰裡面的 那我首先呢,就會放些豆腐蛋在那個紫菜上面先啦 那豆腐蛋呢,你是想那些豆腐盡量放在中間那個位的 就不需要一定要留些空隙給它的 因為你呢,你將會在那個飯糰的中間切一半 所以你上那些豆腐蛋是看到的 而且呢,如果你不想切些豆腐呢 其實你可以一塊大豆腐放上面都可以的 那之後呢,我就會放油炸鬼啦 油炸鬼其實呢,你是很難放兩大條的 因為呢,它是不夠位置讓你包著它的 然後呢,我就放了一些酸菜和菜脯都是一層的 那放完之後呢,我也都會加一些素的肉鬆 我這次是用了牛頭菇素肉鬆 那就會令到整個飯條香口很多的 那我這次呢,就沒有加些什麼醬 因為我覺得所有材料都很夠味 但是如果你覺得不夠味,你可以加些奶油啊 或者一些辣的醬都可以 這樣呢,我們就慢慢把那個飯糰呢 就包住它的 那慢慢的一邊包一邊拉緊 然後一邊壓緊它 其實包完它之後呢 我才覺得它像一個超大的香腸 那我們呢,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大飯糰切一半了 其實你喜歡放什麼料都可以的 那我們吃完之後呢,就大功告成啦 可以吃啦 希望你今天喜歡我隔離做的素飯糰 那這個也可以當早餐啦 或者當下午的 是非常之飽肚啦 如果你真的好趕,吃不及午餐呢 其實這個大飯糰已經足夠你一大半日的了 那你外面的糯米其實你不需要一定要鹽色啦 你可以這樣煮熟糯米飯,然後就這樣白色的包呢 其實這個效果都一樣的 那但是紅色我覺得可能會漂亮一點 特別一點也會開心一點,有些顏色 那我希望你喜歡啦 那記得按訂閱啦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你隨時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最新的視頻的啦 Thank you for watching,see you next time,bye bye